宣洁府为了协助县内的劳工能够改善居家的环境 特别与木工职业工会来合作 办理了弱势劳工住宅修缮计划 并从现在开始受理报名 欢迎符合资格的劳工踊跃提出申请 而资格有哪些规定呢 现在带你来去了解 劳工处表示 105年经济弱势劳工住宅修缮 共有5个名额 每人补助上限是6万元 申请对象必须是劳工 同时要减负出盘或者是中低收入户的证明 欢迎符合资格的劳工 踊跃提出申请 那么今年呢 与我们宜兰县的木工职业工会合作 对于我们经济比较弱势的劳工朋友 如果你现在住的房子有破损 那因为经济无法负担去修缮的话呢 那么欢迎您利用这个机会来向县政府申请 那我们呢 会跟木业职业工会到现场去会刊 您只要准备好劳保资料 还有就是清函证明 那我们现刊完之后呢 我们就会进行修缮 那么目前呢 设定额度是5个劳工朋友 就是5家 那一家户呢 最高补助6万元 那么我们欢迎 老公朋友们 不要客气 来跟我们申请 在防训之前呢 能够把房子修缮好 劳工处进一步表示 在收到申请之后 劳工处将会会同木工职业工会 进行实地会刊 如果符合条件 将会马上进行修缮 希望能够在台风季节来临之前完成 提供劳工安全居住环境 落实政府照顾弱势的美意 宜蘭秀文记载在福星采访报导 智利 美意宁 没有 好